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这样的妈妈保护着 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有很多人爆出她整容 七V从来不去证明什么 上节目有人吐槽她整容 电凶 七哥都霸气回应 下节目就去把胸垫得更大 直爽的性格让人高呼七哥微舞 在相貌生活中 大华不知道叫什么 七就直接说 叫我哥 可见七哥这颗称谓 也不是空穴来封 连在视频中 也叫自己的妈妈喂七哥 七对美妆的热爱可以说是相当热烈的 在相貌生活中 对着摄像机还不忘来一次美妆直播 教摄像机大哥怎么变好看 在拜托冰箱中 吃完东西就上口红 不会畏惧在摄像头前 只为有一个良好的形象去上镜 一方面体现了很直爽的性格 一方面表达了对美的热爱 女儿Lucky更是翻版的七哥 不仅七哥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对化妆品的热爱堪比七哥 见着口红更是爱不是手 妈妈的化妆品也都想要 自己的时尚观也非常好 自己搭配的衣服也都很好看 甚至在采访时 不是像一般小孩一样要做科学家 小Lucky想做化妆品 Lucky宝宝的综艺首秀 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了呢 让我们搬好小板凳等着吧 的电视频 节奏